拜託拜託 主張啊 感謝 拜託拜託 為我們這個防止詐騙 請各位能夠幫幫忙 婚禮官基督教長在團長 慶祝前往臺灣銀行到六分行 拜託學員 道主委老大人 不正常會這樣一個行為 因為社會上的詐騙事件一直發生 而且大部分都是沾對老大人 我們防止詐騙經常會碰到這些問題 那如果看到我們的客戶來的時候 如果他的審情比較異常 或者是在講電話 或者是他跟他的 來提領的習慣有異 以前都是提領一兩萬的 金額不當 突然間要提領幾十萬 這個就是異常 那是不是我們拜託我們 這個行員這邊 給他看一下 這個字沒有幾個字 看完以後 他如果發現 有這個裡面其中的一個情境 那是不是我們就 提醒他是不是要跟警 報案 在團長之外 一般老大人被騙之後 每個人都說車車不清洗 作為警察志願 如果看得不好 就要趕緊統治景風 前來協助處理 因為我們一般來講 都是在被歹徒那個情境給迷惑 一下之間陷入那個情境裡面 那我們在旁邊的這些行員 我們就是要去把它拉出來 那個情境當中把它拉出來 這個拉出來 有時候他不見得會相信 那我們警察來跟他講 很多的案例 等等 他就會慢慢的醒悟過來 其實這種詐騙手機 已經存在很久的時間 一般民眾都有提交和了解 但是就是有人 也會想騙 很多人要說 我們市民要讓 那個電報卡都 全都弄上 我撿一個人 這樣沒有 我吃過一顆 你就很聰明 你就知道 這可能是詐騙集團 這樣就對了 如果沒有食材 就看不見 對對對 還是你打一個電話 110 還是165 一直用膜 這樣 好 鄭弟叔叔 台銀的主管議員也資訊 很多老人 習慣重機 駕在台銀 所以在台銀發生的 詐騙比例有比較多 這方面台銀也一直要求訪問 要注意以後 記者以兵委 炒方報道